今天分享的是由GPD推出的Winmini掌机 当初被它的尺寸吸引 到手也确实是那么回事 接下来才想看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吧 一个收纳宝 尺寸非常贴身 上面的拉链最好贴上脚步 不然会有刮称机器的可能 然后是一条GPD祖传的挂绳 接下来就是包装 游戏机主体 拿上手有一种厚实的感觉 说明书一本 一条Type-C充电线 一个转换头 65W充电头 打开保护门 可以看到深灰色的游戏机本体 接下来对比一下其他设备的尺寸吧 首先是RAW掌机 然后是奥丁二掌机 接下来是印天堂的Light 最后是Mio Mini 现在要我们仔细看看游戏机主体吧 一部四个角 都有做防挂秤的处理 左右两边有做仿皮革纹理 起到防滑作用 机器的转轴比较紧 打开时需要双手发力 里面按键布局整齐 采用对称的方式排布 强迫症表示很满意 闭合时候可以听到清脆的响声 下面我们看看它的按键表现如何 摇杆采用的是中号的霍尔摇杆 由于采用包下去的方式 第一次使用可能需要时间 习惯 十字键给你 B X Y 键 应该采用的是导电硅胶 A B X Y 键 规弹不上很快 功能键可能使用的是锅窄片 需要一定力度下降 这样设计也是为了防止入手吧 键盘按钮不算太小 按起来精准度不差 按着按着 也挺解压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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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的是线性扳机 手感偏远 L E R E 采用的是维动按钮 回弹很快 手感不错 机器电源键在键盘第一排中间 轻弹即可点亮电脑 下面要我们看看机器把玩表现如何吧 先来每次新机器必玩的一款游戏 开车5 我开的是15瓦功耗 左四是无针 720匹 比划子 玩起来十分顺畅 基本没有卡顿 调整 游戏机扬声器也不错 声音没有闷的感觉 可以听到非常清晰 可以帮忙的吗 一切是什么 我可以听到的 这样子 有点 我可以听到的 游戏机扬声器也不错 我可以听到的 船目的 游戏机扬声器也不错 下面我们来测试下一款比较老的游戏 看看叶写无奈 里面可以听到非常多的淤淤风华 参数还是跟之前一样 左15瓦 720匹 低话 左45针 玩起来也没什么压力 过程十分流畅 别用 �even时 久速 过程 i 浪原 放车 嗯 两次 抓住我 抓住我 抓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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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賭警察 你已經被包圍 警察 不要進去了 我們要拘捕你 下面来测试下第三款游戏 这是由育碧推出的特技摩托系列 设置还是跟前面一样 设置了浮动功耗 功耗基本是10瓦以下 10瓦还蛮高硬的 下面我们四下运进步山沟一切 开始挖 35分 还去挪点卡顿 感觉有点质力了 风赛也明天转的快了好多 是者贏! 有点危惧不良! 有点危惧不良! 比赛は迷惑不良! 携帯の達成員 全てを理解! 能力を決定しない 宇宙未来大 будущем 目の手で光央可動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怪物猎人冰箱 看看如何吧 只要35针15瓦功耗期待20匹一化 中期也很流畅基本用不到时候GDP 中期也很流测试一下 接下来这位更是重量级选手 神秘海玉士 锁30针15瓦功耗 低画质600P 周边功耗升到10瓦左右 内存使用率也够急 明显感觉到风扇的呼啸声 机器也噎了不少 由于右边没有风扇 所以踢感温度明显一点 哇 哎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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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我们测试一下潜水元F5 这种游戏明显没有压力 机器温度也清凉不少 这款游戏的设置是15瓦 所45帧 720匹 低画素 最后总结下 Win Mini确实是一台非常便携的多功能电脑 几款游戏下来 可以感受到屏幕也是很不错的 由于自带键盘 妖感折腾起来也得心应手很多 但是由于直接握着机身把玩 还是能感觉到手心抱汗 不过 如果你足够意爱游戏的话 这40到50度也不是不可以接受了 所以 如果你喜欢折腾棍掌机 又长期需要通勤的话 Win Mini将会是不错的选举 好了 说着说着 画劳正又犯了 今天先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再见